6000万签了三个溢价合同 摆烂三年攒的新秀扔了一半 一个视频看懂火箭修赛期的操作 三年1.3亿的范乔丹 第三年是球队选项 如果表现不如预期 火箭可以提前终止合作 第三年的工资又是三年里最高的 妥妥的大饼一张 赶签球队选项 也体现了范乔丹的自信 范弗利特由火箭急需的组织防守和三分 上赛季场均7.2助攻 只有两次失误 场均助攻比他更高的球员里 只有保罗的助识比比他更好 小波特主控时代 传五丢三的场面将一去不返 范乔丹的高阶防守数据 跟前DPOY基本一个水平 截断率对位多样性 造断帽率同位置名列前茅 是个矮状型斗犬 很适合乌杜卡的换防体系 尽管上赛季三分命中率只有34% 但整个生涯达到37% 连续三年场均三分出手数在9个以上 相当能扛外线产量 今年的自由球员市场没有大鱼 一线空位只有范乔丹和欧文 高薪短约签一个技术特点 适合自己的过渡期核心 又有球队选项做保险 不影响未来薪金结构 符合火箭的实际情况 四年8000万的迪龙是递减合同 后两年甚至不到2000万 合同中还包含奖金和激励条款 大概率跟当年卡培拉的情况类似 扣除不易获得的奖金 每年又能省几百万 迪龙的三分命中率 已经连续三年跌破及格线 主要是出手选择太不合理 经常顶着人头甚至抢头 如果能做到非空位不出手 生涯38%的空位命中率 还是足以回应放空 迪龙的防守几乎无可挑剔 强壮的身体加出色的横移 能对位多个位置 上赛季入选了最佳防守二阵 作为老灰熊人 自带强硬的精神属性 能帮助年轻人成长 下赛季迪龙一生后 看哪个还敢插腰防守 至于2000万一年到底值不值 举个例子 17年罗伯森只靠防守 就拿到千万年薪 1000万在当时 约等于半个保罗乔治 6年后的今天 却只是中产水平 4年3200万的兰戴尔 这份合同只有第一年受保障 后三年全是大饼 作为大落爽约的备选 上赛季效力太阳期间 兰戴尔小样本下的 护框效果令人惊喜 场均参与护框次数 降准率和盖帽率 都比顿宝更好 他是18年的落选秀 进入NBA之前 曾在澳洲联赛效力 21年带领墨尔本联队夺冠 并当选总决赛MVP 强硬也是澳洲球员的标签之一 符合火箭的引员逻辑 在签唤迪龙的多方交易中 火箭将加鲁巴和太太 送给老鹰换了空气 将小马丁送给快船 换了两个二轮签 将克里斯托福给了辉雄 这四人的年薪合计933万 按照200%加750万的匹配规则 刚好能配平迪龙的起薪 小马丁上赛季场均12加5 但合同下赛季到期 面临续约问题 交易价值有限 跟他同届的8号秀托平 也就从步行者换了两个二轮签 因此算不上多亏 托福 加鲁巴和太太 都属于没刮出来的首轮秀 跟这些沉没成本断舍离 是重建路上的必经过程 总结整个休赛期的操作 三份合同 真正溢价的部分都集中在前两年 这个阶段 年轻核心们还都是新秀合同 等到新秀红利吃完 这三位要么已经转飞保障 要么金额开始衰减 如果没能建立理想中的球队文化 很快就会再次重组 众所周知 休斯敦对球星向来缺乏吸引力 早年间在招募自由球员时 可谓挖空心思 13年招募霍华德 球队名宿悉数到场 就连远在国内已经推议的大摇 也不远万里赶到现场 给足了魔兽面子 13年招募保罗 做了一个CP3和CP4 身穿火箭球衣的公仔 4年后保罗加盟火箭时 还特意提到了这个公仔 14年招募安东尼更夸张 当时林书豪还是火箭球员 他和田瓜的号码都是7号 火箭为了表示诚意 在没征求书豪意见的情况下 辟了一张田瓜身穿火箭7号球衣的照片 悬挂在丰田中心门口 结果最后没等来田瓜 又败光了人品 跟如今这支千金士谷的火箭 判若两对